等我醜了 你還願意陪我 等我老了生病了 你願意陪我一起去看病 智琳姐姐今年43歲 小姑獨處 好幾次在節目上談言想婚 去年底就被拍到 與糾纏16年緋聞對象 言承旭同由馬來西亞 復合傳言盛宵承上 今年更衣身材有點圓潤 被抱懷孕閃婚 外傳抱復合以來 言承旭再度搞失蹤 讓智琳姐姐非常心寒 她更因這段話決定不等了 我就希望她能趕快 找到女朋友能夠趕快 好的對象結婚 應該是單身中 她每次出來 大概都是一個人跟我們 劉更宏爆出言承旭單身中 間接打臉附和傳言 宣判林智琳出局 其實智琳姐姐微博上 早已洩露心情 在年初一月底說到 忘卻一個人須多少時間 表露動搖心情 二月十四號情人節 更寫下沒有一個人 屬於另一個人 從未擁有何來放下不捨 三月接連報懷孕閃婚 她寫下思考中 顯示兩人戀情相當不樂觀 面對媒體追問 智琳姐姐面露落寞 承認人是黃金聖女 畢竟兩人情感糾纏 整整十六年 相愛的人在受苦的時候 想要接近會那麼疼 你也會那麼勇敢的 去擁抱愛嗎 從世紀大復合到如今 切割對方宣告單身 也讓粉絲大呼 真的是偶像劇情節 記者林維王乃瑜 台報道 記者林維王乃瑜